大家好 今天是5月24 星期三股市又在进一步收压 而且恒指也创了这个新地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找到恒指数先低开152点到19279点 曾经一度轻轻地回升到19304点 可是买盘不足 其实这个情况在这个月已经见过很多天了 在估压一点一点出现之下 直到下午三点半左右 指数已经一度下跌381点到19050点 这个是什么一回事 等于说相对这个月的高位是8号的20321点算起来 这个月的波幅已经有1271点 我一直跟大家说 一个月的高地位不应该只有969点 这个波幅是比较少的 问题就是指数既然是不能够往上升破这个月的高位 信下的可能性当然是会再创这个新地 所以今天来说指数已经跌进那个19000点左右的水平 从走势方面来看 指数今天是第10天走在250天下 还有10天下 还有10天线今天也跌卷了250天下 等于说整个股市反复而不明的走势是很明显的 我往下看 我往下看现在比较关键的支持就是 今年3月20号的低位18829点 这个真的要说一下 因为今年的高位是1月27号的22700 等于说今年的股市暂时来说是先高后低 波幅只有3871点 要是说指数既然是跌卷了所有平均移动线 再往下的支持就要退守到18829点 要是再进一步跌卷这个低位的话 那说真的往后可能是18500 18000也可能17700也说不定的 因为股市会进一步往下寻找今年全年的新地 所以暂时的布局大家还是小心一点点 抓获不多的在手的 只要有足够的抓获能力 我觉得问题是有可是并不是很大 可是抓获比较多的 没有做风险管理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的 其实当很真实的时候 紧一步碰到250天线 那一分钟已经是最后一个做风险管理的机位了 错过了真的是没办法 这两天看起来走势比较偏硬的 只要汇红跟中移动 可是在股市不断往下寻找低位的走势时中 就算是汇红就算是中移动也不可能有怎么样的表现的 可是要是抓着相关股份的 已经有一个中线的持有的心态的话 就放在一边好了 移动线方面已经是一步一步的重要 10天线今天已经跌穿250天线 情况再这样下去 我想到下个星期二也可能下个星期三 连20天线也会跌穿250天线 股市既然是不断往上寻找低位的 那等线炒卖最后暂时还是少等一下 抓获多的朋友真的是要想一想 需不需要做一点风险管理 大家记得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分享给朋友 多谢